苗栗县泰安乡泰雅头目群协会理事长杨忠义因酒病离世享受七十岁 深前他致力于推动部落文化复赠 足语复兴运动 尤其擅长部落迁移 传统规范等文化事务 吸引部落的年轻世代对族群文化的认识与参与 不论是引领族人传唱泰雅鼓调 还是拾取传统祭奠仪式 号召重现祈雨祭 封年祭等为部落产业祈福 泰安乡泰雅头目群协会理事长杨忠义 在四月十六号救病离世 祖邻迎领走过彩虹桥 留给族人无限追思 妈妈妈是头目群的 因为她们在家里 在家里的家里的家里 在家里的家里的家里 在家里的家里 在家里的家里 在家里的家里的家里 在家里的家里 因为我们的家里 他一直常常教导我要怎么把文化传承下去 然后在部落的时候他也常常教导我 他所教导的事情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而且我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非常感念我们这个头目 杨忠一堆附赞泰亚传统文化与语言充满使命感 年轻时曾是县内舔进健将 之后回乡从事教育工作 退休后更全力展开泰亚族谱泰安相置与迁移许调查 常年致力于泰亚族口述传统的保存传承 更是苗栗县政府公告登陆认定的 泰亚族北市群嘎嘎口述传统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 他对泰亚乡里面的神话传说 以及部落的牵使 以鼓调的一个歌谣 乃至于我们民主教育的知识 在他这一个身上里面都一览无遗都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风范传承给我们下一代 我们还是希望他所留下来的各项遗作 希望在未来的一个工部门也够积极地来 让他这个这个事迹继续地传承下去 责任已是泰亚乡痛失文化良师 杨忠义头目享受72岁 在家人亲友安排下 将在4月26日上午与自宅举行入恋仪式 办理泰亚传统告别式之后火葬余化 以鼓安奉于永安部落公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